王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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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的女朋友 介绍好别扭 你是体育专业吗 我不是体育 我体育传媒 你喜欢她啥呀 那可多了 去了要一一列举 一一列举一下 那作为老板等一下 我先列举一下 那个长得帅是一个吧 首先我觉得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特别有责任心 她曾经承诺过的事情 她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其实哪怕知道 她这里边是有错误的 她也一直在做 她的责任心 其实我觉得 看见你那个 抑郁言表的样子 这辈子只嫁她对不对 对 就不可能嫁给别人了 死也不嫁给别人 对 但人生总有意外 别的事可能有意外 这件事绝对不会有意外 绝对不会有意外 完了你被讹上 被讹上是一种幸福 但也是一种责任 对 所以说我相信 她有这份真心 祝你们百年好 和早晨贵族 谢谢 谢谢 来 了解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 是的 这专业是干嘛的 跟体育教育类似 那你自己的运动特长是什么 我从五岁起开始 练了七年的网球 后来转到了田径 投掷了一项目 铁饼和签球 大学的时候是轮滑专项 期间又打了冰球 然后大四的时候 在英国学了半年的足球教练 把那个视频你解读一下 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演出中 北京作为下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 为全世界奉献了一个八分钟的表演 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有很辛苦的部分吧 到达平昌以后 天气非常恶劣 下了大雾 然后有雪 然后地面是潮湿的 当然其实轮滑鞋最怕的就是潮湿的环境 对表演的影响非常大 刚才说到那八分钟背后的一些千辛啊 能够在这儿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 北京八分钟表演是张艺谋是总导演 然后是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闭幕仪式上 我们代表中国 然后在就是下一届的举办国 会有一个八分钟的演出 展现了很多中国的精神 中国的文化 我们当时是经历了一百天的训练 当时的环境其实条件挺恶劣的 我们每天的训练的时间 大概是除了视觉以外 剩下的十多个小时都在训练 当时的气温应该每天都维持在零下吧 而且是在北京的北部的山区里边 可能温度会更冷一些 基本上是这样 他表现出来的 有他超出他这个年龄的沉稳 我们其实对于学体育专业的人 现在我们的固有印象是 很多学体育专业的人 即便获得了一些荣誉 在最后的职场道路上也甚为狭窄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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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